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屈指苹苹菜 citoy唢争 proposition 文秀 指苹文秀 拍了一個叫做大碼頭 有戰略投資者騰訊在這裡 這個會不會是其中一個 可以重點看好的利好因素 我覺得這個也是 因為你拍了騰訊的話 騰訊的業務範疇比較闊 這個亦都是有助投資者 日後相信他可以再進一步 去做那個擴展的時候 藉著騰訊的關係網 是會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所以這一點來說 我相信其實都會令到投資者方面來說 是會比較上提高一線的 雖然大家都覺得看得挺好 但亦都看到有個別的機構投資者 有作出減遲的 那其實究竟看好還是看淡的人數比較多些 我想如果你看股價走勢 其實在香港裏面的證券股來說 其實它就跑贏其他內地的券商 很明顯就算有減遲的情況出現來說 亦都反映了市場來說的看法 相對來說都比較上正面的 所以我暫時來看 我覺得新加坡方面的減遲動作 就未必說是市場方面太過關注了 反而其實你真的要關注 譬如接下來跟騰訊方面來說 會不會有些進一步的合作 整體如果你說還有一個看法就是 今天其實內地A股就一般的 但是內地A股的券商股來說 有不少都是有過逆市上升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似乎大家覺得上市出入指數 慢慢是企穩在3,400附近或樓上的話 都有可能藉著明天加入A股 即MSCI裡面來說 是會有機會再做強一點 所以我覺得券商股都是可以留意的 Patchel 說到中金的話 操作應該是看甚麼位置呢 其實過去大半年都已經升了很多了 我覺得最好就是17元以下買 其實它15.96元這些位置 都挺好的平台 形成那個支持位 所以我覺得6.8至17元這些水平買 就上網上至高位 大概18.5、19元 如果真的放支持位 可以放在15.7元那些位置 好 看回中金鮮感 今天暫時跌幅大約2%左右 Patchel 自己本身是否爭取這隻高分 我自己沒有 謝謝你的分析 剛才嘉賓說的個人意見 只是作為參考 並不構成任何的投資建議 或者推介 提提大家做所有投資 都是涉及風險 大家要留意著